我换完衣服之後 然後導演他就直接進到 我換衣服的那個小房間 直接講了 就是 就是 他覺得我的胸部很像豆腐 然後就問我說是不是假的 導演後來問說他可不可以摸摸看 那因為只有我們兩個在裡面 然後我當下不知道怎麼反應 然後他的手就伸過來了 大家好 我是許潔輝 許潔輝近來信燒醜聞連環報 為了止血他在15日宣告 即日起退出演藝事業 停止所有公開活動 其中一位受害者 中信兄弟啦啦隊成員短金 也在Instagram控訴 過去曾被帶到小房間摸胸 而他也接受中天娛樂獨家訪問 哽咽說出當時的過程 那時候要進劇場前 那當時導演有私底下就是找我說 有一個角色是需要就是展露身材 那就是問我要不要參加試鏡 然後我有跟導演說好 後來我們表演課結束之後 導演他就直接叫我去小房間裡面換衣服 那因為他前面有先說明說 這個角色是需要穿很 展露身材的衣服 所以就是他叫我換馬甲 我以為就是這個試鏡 是會有現場的可能監製 或者是其他 可是是我換完衣服之後 然後導演他就直接進到 我換衣服的那個小房間 直接講了 就是 就是 他覺得我的胸部很像豆腐 然後就問我說是不是假的 那因為我當時就是有一點不知出錯 我就是回答說就是不是 導演後來問說他可不可以摸摸看 那因為只有我們兩個在裡面 然後我當下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然後他的手就伸過來了 我一直很尊敬他 所以我當時就是他手伸過來的時候 我還一直在想說 就是 我不確定我剛剛就是是不是真的 經歷了這樣的事情 那摸完之後呢 導演他就離開房間 然後就只剩我在 我在更衣室裡面 然後我也不知道就是 這樣的事情 我應該要就是跟誰反應 所以我就一直都沒有講出來 深藏在內心一直不願提起的過去 也成了短經長年來的噩夢 我後來就是 會變得很討厭 人家跟我有肢體接觸 因為我就是一直想辦法去忘記 我才說服我自己 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再看到黃雲昕提起勇氣 控訴十多年前被許潔輝要求繳繳性感作業 拿巧克力問他能否夾住 不等噁心行進後 也決定勇敢站出來 昨天晚上就是看到他發這文章之後 然後我才知道就是 他也有跟我一樣經歷這樣的事情 我當時就是我不知道要怎麼保護我自己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就是一定長大了 所以我想要就是把這樣的事情說出來 因為我其實就是希望 以後不要再有其他人會就是遭遇到 像我這樣子的事 我覺得就是做壞事的人就應該要受到懲罰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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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